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换方式向农民乱收费 减负不易 要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更难 在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一年前竣工的薛家镇企业投资服务中心 原计划承担该镇党政机关办公的功能 但如今这座仅工程造价 就近5000万元的大楼几乎被闲置 薛家镇政府已经决定留在原地办公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大兴土木呢 2014年的9月9号 我们栏目播出了广西宜州市六坡村 不满14岁的少年小镇 偷鸭遭体罚的节目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小小年纪 没有经济来源 独立生活 偷鸭少年小镇的困境让人揪心 那么像这样无人监护的孩子该由谁来监管 不慎误入歧途之后 又有谁来帮助他重归正途呢 这是2014年8月20日出现在网上的照片 两名偷鸭少年跪在路边 每人最容易咬着一只鸭子紧箔 另外还有两只绑着脚的鸭子挂在两人的紧箔上 变成了每人挂着三只鸭子 周围还有不少村民没关 那当时你来的时候看到这种什么情况呢 我看的时候的是摆在这里 他们有看了一下子 好多好多人 你看了 朋友走点钟 这样呢 就把那个鸭子咬上去了 我就走了 就是看见 少年偷鸭遭体罚的照片传到网上后 有不少网友对这种行为表示支持 但也有网友说 偷到的确不对 但对嫌疑人的惩罚 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执行 这样做 对偷鸭少年的心理上造成影响 对今后成长不利 偷鸭的行为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呢 我们说更多的是要教育挽救和改造 主要还是以教育为例 所以这件事情村民做的呢 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那么唯一的处罚就是 我们把他扭送到公安机关 由公安机关依法来处罚 这是比较正确的 随后 记者想尽了办法 才找到了其中一个少年 小镇的住所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门是虚眼着的 刚敲两下 门就开了 而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惊讶 房间里一片狼藉 房间里地上飞满了杂物 有几个柜子的门也敞开着 房间里乱七八糟 晚上十一点多 我们终于见到了小镇 当时就是说 你偷鸭子几点被抓到了 六点多 早上六点多 抓到以后 在那跪了多少时间 跪了几点 回到公安局是十点 在那跪了四个小时 有吗 应该有 跪在说腿什么感觉 很痛吧 很痛 就这件事情 让你嘴里叼鸭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 就是说在自尊方面有点小 小镇看上去文质彬彬 脸上还带着几分志气 很难让人相信 和偷鸭联系在一起 那么从前上学时的小镇 又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呢 那个奖状也拿了不少 都拿了什么奖状 都是好像是作文大赛的奖 七考那些总分优异点 我们在小镇曾经就读的学校 见到他原来的班主任 他学习的基础方面 他基础是哪个人提出呢 特别是他说话 能做完方面 表达能力 还有学习方面跟同学 方面也比较相处的 还有呢就是 他自己本身的也不太幽默 要是他做这个做没有 原来有什么晚会啊 也好喜欢跟同学 把冷漠小店之类的 听完老师的介绍 我们不禁疑惑 一个曾经学习优秀的孩子 怎么会辍学成为了一名 问题少年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跟家挺有关 跟我扶持 原来小镇的爸爸和母亲 离婚后 把房子变卖挥霍掉了 后来小镇的哥哥和母亲 不幸患病 因为无前一致 2008年 小镇的哥哥去世了 2011年 妈妈也离开了人间 再后来 他的父亲犯罪 进了监狱 无人监管的小镇 开始厌学逃课 混迹网吧 偷鸭的这件事情 是一个少年的不良行为 但是你看看小镇的家里 爸爸妈妈从小的爱不够 教育不够 是吧 爸爸又是在那服刑呢 那么家里又没有人管 那么这个孩子经济上 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 很可能上学了 就不好好学习 甚至说可能逃学 一逃学了 学习成绩就不好 那么很可能就走上 这种违法犯罪的道路 其实小镇并不想这样 天天的私混 他也曾试图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尚未成年的他 没有家长的庇护和社会救助 很难摆脱原来的不良生活 小镇眼前的生活 看起来让我们很是心疼 就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热心观众 给了我们打来的电话 非常关心小镇现在的生活 想给小镇提供一些帮助 更有一些热心的观众 想收养小镇 您好 是王先生吗 我们栏目接到您的热心电话 是您要收养小镇是吧 对 那您为什么想收养呢 挺可怜的孩子 我觉得孩子挺小 我也说不上 他因为没父母 偷两只丫子 应该没做大问题吧 对于没有家人照顾的小镇来说 如果得到家庭的温暖 无疑是最好的 但是对于王先生的收养意愿 小镇会怎么想呢 小镇是这样的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 在河北有一位王先生 他想收养你 这个想法 关于这个的话 就是看一下我的实际情况 但像下个方法 因为考虑到南北生活的差异 以及收养所需要的手续 小镇对被人收养有些犹豫 但无论怎样 得到别人的关爱 小镇还是很开心的 其实在和小镇相处的日子里 我们也能感受到小镇阳光的一面 不过我们发现 偷鸭事件被体罚的阴影 还影响着小镇的生活 玩过后的小镇坐在石头上发呆 当从我们口中得知 另一位偷鸭少年即将上学的消息时 小镇说如果有可能 他也想读书 小镇曾经也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我们为了再续小镇的读书梦 也特意帮助小镇联系了一所学校 我们也特别愿意帮助小镇和接受小镇 然后我们会对他的生活情况 教学情况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提供免费的教育教学和住宿 就是很欠欠人 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真的很欠欠他们 然后如果我真的能到那去读书的话 我肯定会有一个人 如果小镇能够上学 他的命运也将发生改变 社会有爱 小镇也会得到爱 我们希望小镇以后能得一技放身 不再靠混度日 更希望小镇能放下那些不开心的过往 走向美好的明天 而如何让更多像小镇一样的孩子 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也应当引起重视 首先当地的街道 我们是不是能够给这个孩子 提供一定的经济上的保障 利索能及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呢 学校 我们也不是说 对这些个学习不好的孩子 就不管了 学校能不能也把手伸进来 是吧 更多的给孩子温暖和教育 那么周围的小的社区 社区里这些个社区工作者 我们能不能也巴马手 偷鸭少年受到摧残肉体和心灵式的处罚 这是我们社会的耻辱 孩子的人格是社会环境塑造的 一个本来学习不错的孩子 变成所谓的问题少年 是他所生活的环境 缺少爱 缺少教育 缺少生命正能量所致 在他们犯了一些小过错时 社会给予的惩罚 既没有法律的依据 也看不到任何爱心和教育的科学性 家庭变故应当为孩子们的扭曲成长 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社会对一些孤苦无助的孩子 没有有利的救助措施 这是社会的缺失 下节预告 班主任因教师节没礼物 黄讯学生 难道老师如此看重教师节礼物 台风海鸥过境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哪些影响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一周了 可是围绕教师收礼的话题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黑龙江伊兰县高中高27班的班主任冯群超 因为教师节学生没有给他买礼物 他愣是训了学生一节课 在组织选班长的同时 冯群超的嘴一直没闲着 一直数落着班里的同学还不时夹杂着脏话 老师都发火这样了 现场集资 然后同学3块5块的那么掏凑了400元左右 然后说还外加上班费有个200多元 一共600多元给他们凑孩子去买礼物了 据伊兰县教委所发 关于伊兰县高级中学教师冯群超 教师节向学生索要礼物问题的处理决定称 班主任冯群超在班级公然向学生索要礼物 并谩骂学生 经调查情况属实 县则称将所收受的礼品礼金全额退还给学生 撤销其班主任职务 停止教学工作 并给予行政既大过处分 这段录音一共有六分多钟 我们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小段 当时这位冯群超老师真的是太愤慨了 整整骂了学生一节课 学生实在受不了了 就拿出手机把他录下来了 这样的行为真是给教师队伍抹黑 我们的记者一直想打电话 试图与当地的教育局和学校联系 询问一下目前的情况 但是却屡屡碰壁 多次联系魏国 这件事情呢 当地教育局已经及时做了处理 对于这样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他们也不愿意再多说了 而在江苏无锡 也有一位中学老师在家长群里面高调晒教师节礼物 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网友在无锡某论坛的爆料 这位周老师呢 在家长群里面留言 我斟酌了很久 要不要说 但是大家看看对比 不是我们老师要家长买什么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但是如果一个教师交两个班 一对比 大家懂的 留言当中呢 还附有照片 一些礼品贷 应该是收到的礼物 事后当地教育局公布了处分通报 周某在2014年教师节期间 违规收受学生礼品 给予记过处分 停课停职 责令做深刻检查 并退还所收受的礼物 7月份 教育部出台了 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 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 对违规违纪的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对典型案件要点名道姓 公开通报曝光 习近平主席在教师节前 和北市大师生代表 座谈的时候说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 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 下面来看一下栏目独家观点 教育的本质是塑造健康的人格 教师塑造人格的主要办法 就是言传身教 因此师德就是老师的认知资格 就是老师的饭碗 我们理解一些教师收入不高 但合理合法争取待遇 和伸手要不该要的钱物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奉劝个别向学生伸手的老师 你在玷污老师这个称呼 你在毁自己的教师资格 你也在砸自己的饭碗 华西都市报也指出 让教师节风轻气正 关键是守住师德底线 一方面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不能以普遍行为 社会风起等借口 降低了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要求 另一方面 教育部门也应该联合家长 媒体等社会各界 构筑师德监管网 加强监督执法 把师德一票否决举措 落到实处 不久前 遭受超强台风 微马逊重创的海南 短时间内又迎来了 强度较大的台风海鸥 防台风工作相当的严峻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海鸥登陆的瞬间 我现在呢是在地有温田龙马 那么现在现在是上午时间的六点 那么现在整个围山里处于一个实际风圈之内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风雨交加 也有狂风打坐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海岸新港 现在这风力已经是达到了14级 现在基本有点都站不稳 我们看一下远处海浪 海浪已经是长了很高了 已经是淹过了气概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道路都是被水添过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说话 风时代是太大了 没有办法说话 现在几乎都是风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风 已经没有雨 就是从海上打过来的浪 阳起十几米高 今年第十五号台风海鸥 相继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 和广东省湛江市徐文县登陆 受台风影响 海南省海口市 广东省雷州市也风雨交加 那么台风对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 现在就挺快 堤坝了 比较多了 比较多 地方是停电 供电部门 在这边 供电供水怎么样呢 还好供电供水还好 电话现在到城市 刚才打电话过来说 现在统计数据 有时阵容有时尊重 无法统计 受到这个影响 越西洋海的 广东 这个斩雕 洋雕 毛病之一带的 今天主要集中在这个 城市道路 这个车辆 群重被围困 主要地看到 伊玛地区的房屋 受到台风和雨水的侵袭 记者向海南广东 两省三防范了解到 虽然此次台风海鸥 与威马逊相比较弱 但台风登陆各地的城区街道 路面交通水电和农村的生产 农民的生活 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战相为例 徐文县和雷州半岛的 不少沿海村庄 均遭受海水淹没 村路多被刮倒树木堵塞 海边一带的养殖基地的堤坝被冲垮 鱼虾全部被大水冲走 情况严重 来看一下其他的散动时序 9月11日以来 受西南暖激流和高温切变天气影响 渠江上游的巴河流域 大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 特大暴雨 导致巴河渠江水位急剧上涨 遭遇几年以来最大洪水 我们社区所有工作人员 到我们下去 以前都不上家 还将人物理通知 多少东西需要搬出去 多少 你看这五条网 大约多少件 你都要去几件 由于降雨持续 区江水位不断上涨 城区内低洼低段的门市 已经进水被淹 区县已出动机关干部 社区干部应急民兵和志愿者一万多人 做好人员转移 疏散和妥善安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四川省广原市沧溪县 纵向暴雨 一辆小型货车 途经广原市沧溪县中土镇 元宝村时 前方路面有近30厘米左右深度的雨水 货车司机不停劝阻 直一秒前行 被雨水困住 货车熄火 幸好周边村民利用船 将两名群众就到岸边 从货车被救出后 货车司机担心车上装载的货物 被雨水冲走 情急之下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四川省重庆市的暴雨 一直在牵动着人们的心 重庆于东北地区的铜井镇 就因为雨水迟迟不退 而使得大量居民被困家中 由于受洪水影响 水面上已经认不清哪是河道 哪是公路 到处可见干头和电线 极快被淹没的房屋 截止到目前 已有超过430名被困人员被救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下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请观众们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 微博 微信 还有其中投资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评浏览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